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回来 和大家讲一下关于 阿根廷的话题 阿根廷大家知道 最近就选了一个 类似特朗普的人物 他的名字就叫做 米莱做总统 现在他已经是 正式成为阿根廷的总统 而且可谓一上任 就已经是大刀阔斧 改革阿根廷 有人说米莱 可谓南美洲的特朗普一样 的而且确 当他当选成为总统之后 特朗普也向他发出河点 不过 被称得上南美特朗普的人 相信都是那种 富有争议性的人物 喜欢他的人很喜欢他 争他的人就争到他死一样 而且在他正式就任总统当日 美国更加是没有派遣任何高级官员 反而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就有出席他的就职典礼 还有在米莱当选成为亚根廷 总统之前 他是说过 希望 把亚根廷全面 实施美元化的 但是 始终 他那种的政治取态 竟然 没有获得 美国的 支持 尊重 甚至乎是冷落他 现在 西方国家 一致 都不看好 米莱 也都觉得 米莱这个人 太似特朗普 就不想 黏着他一样 那好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又怎能够 在国际上 获得支持呢 当他上任第一天 本来 政府有多达 18个部门 一次过 就斩了 50% 就是 9个部门 他认为 阿根廷的政府 有太多 不同的机关 很臃肿 而且 公务员 对整个劳动人口的 佔比 竟然 高达25% 即是说 每4个人 就有一个公务员 一个这么臃肿 这么庞大的政府 的确是对 整个国家的负担 是非常之高的 他第一天 就要 改革 阿根廷政府 那为什么 阿根廷 有一个这么庞大的政府 在前几任的 阿根廷总统 当选之后 每一次都以一种 招聘公务员 来到去 作为他们的 竞选承诺 简单来说 就是将一些 失业的人 纳入公务员体系 这样 的而且可以 立即 而且很有效地 将失业率降低 成功当选 你就自自然然 要落实 你的竞选承诺 意思就是说 利用公务员这些职位 来到去购买 选票 当 有人成功当选 和 很自然 就要落实 他们的竞选承诺 这样的话 其实和买票 就真的没有什么分别 这种做法 在世界各地 都有类似的 例如 土耳其 总统 阿尔多安 在他 推连 成功 联任 成为总统之前 他就 承诺过 会为公务员 加身 这一招 的而且确 是非常之有效的 既然 过往有这么多人 成功靠这一招 成为总统的话 孜孜然 一个一个 都有样学样 所以 阿根廷政府 就搞到 越做就越大 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是公务员 这样的政府体系 孜孜然 就变得 非常之旁大 但是你请那么多人 回来 又能不能够 创造到 相应的价值 因为大家 都是 吃工家的钱 吃工家的饭 大家都成为 体制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根廷的经济 又能不能够 可以健康地 发展呢 公务员 那么多 亦都会导致 大量的 勇元 存在在 体制之内 所以 阿根廷政府 亦都因为 这个原因 就搞到 长期 比赛困 只能 借贷度日 在债务越来越高的时候 对阿根廷来说 就只有 百害 而无一利 所以 米来 他在竞选之前 就承诺 会cut了 很多的政府部门 要精简人手 但是 这种精简人手的 操作 和方法 也都会导致 很多的 政府部门 本来 很多游水的位 就突然间就没了 还有 要大裁员 cut了政府部门 在底下工作的人 自自然言只能够 硬着头皮 离开 好了 当米来 执政去到 第二天 就是 第二个震撼弹 扔出来 就是要将 披索 贬值50% 而更加有趣的就是 当他推行 这项新的政策之后 有不少的 米来的支持者 竟然 客案叫住 大声叫好 所以 很多人都不明白 国家的货币 暴跌50% 竟然有那么多人 表示支持 是不是这些人 太支持米来 短了 其实 就真的不是 当 亚根廷 批索 这个货币 贬值了50% 这个就是主要针对国际回率的 亚根廷国内 就没有 大量印发 钞票 货币贬值 对出口 带来好处的 我举个例子 假设 你出口一斤 亚根廷的牛肉 可以赚 1美金 原本1美金 可以换 800的批索 现在1美金可以换1600批索 一夜之间 你拿着美元 在亚根廷的价值 就增加了一倍 你的利润 在一条政策底下 突然间 就赚多了一倍 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自自然然 会提高生产 来对迎合 出口市场的需要 假设 你今年出口 多达1000万吨牛肉 明年 自自然然 要出口 2000万吨 因为亚根廷其中一项 非常主要的产业 就是农业 当未来 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 也刺激了 农业出口 扩大出口 就要扩大 农业的规模 农业规模 扩大 自自然需要 请多些人 回来做事 也就是这样 令到整个 产业链 大动起来 至于 其他产品 例如 小麦 玉米 大豆 牛羊 等等 畜牧业 全部都要 大规模招工 扩大生产 同时也都抑制了进口 因为 阿根廷的批索 已经变得不值钱 购买外国产品的能力 下降 进口减少 这点也能有效地抑制 国内的消费 这意思也相当于 一般的 阿根廷的人民 就需要 折衣缩 勒紧 不要再满怀 无谓 大力发展 出口经济 虽然 日子 一开始的时候 会感到 很痛苦的 例如 假设你一部进口的手机 要买500美元 谁不知 一个政策之后 竟然贵了成倍 很自然的 你都不会舍得 买入手 但是出口就增加了 这样 就可以有效地 上还 阿根廷的债务 只要能够 熬过这段苦日子 到最后 阿根廷的债务 解决得到 的话 孜孜然 批索 价值 就会提升 除了 阿根廷 需要 自己要 捷衣缩 之外 据说 阿根廷 亦都会 寻购 中国的 帮手 在他当选之前 他就对中国 发表狠话 米来就说过 他不会跟 共产党的人 交朋友 还说 这些一个一个 都是杀手一样 他说这些说话 就令到 外界 认为 米来 这个人 就对中国 好像有 非常之巨大的敌意 更加说要把阿根廷 美元化的说话 就认为他 根本就是一个 远远传传 亲美的人 但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 这样的方向 来发展 阿根廷 打算 就找中国 帮手 因为 中国自己 就全有大量的 美元 外汇储备 因而 阿根廷就打算 跟中国 签署 大规模的 货币 互换协议 用阿根廷 披索 兑 中国 人民币 然后再将 人民币 换成美元 这样就能够将 美元的债 偿还 好了 我说到这里 可能你会觉得 喂 你不就是 找中国 笨 到底 阿根廷 又以什么理由 能够说服得到 中国呢 中国又凭什么 需要帮助 阿根廷 先 基本上 有三个方法 如果 阿根廷 跟中国 合作的话 也可以有效地 帮助 人民币 走向国际化 从而令到 中亚两国的贸易 继续 兜路 不用用到美元 更加可以用到 人民币 来做结算 第二就是 阿根廷 能够 可以用大量的农产品 来做抵押 因为 披索 就变得没那么值钱 但是农产品 是有价值的 而且在中国 市场 对于农产品的需求量 非常巨大 阿根廷 可以向中国大量出口 牛肉 羊肉 大豆 小麦 玉米 等等产品 亦都能够保障到 中国的 糧食 安全 这一点 中国也都需要 因而 对双方 都变得更加 有利 可以见到 新上任 阿根廷政府 诚意 就在 据说 方案 亦都 可大机会 能够 达成 既可以扩大 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 又能够促进人民币 国际化 同时 亦都能够 可以控制着 中国的 糧食价格 对中国也好 对阿根廷也好 都是 一举多赢的 所以 未来 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 立即 跟中国拉近关系 塑造一个 良好的 气氛出来 第三就是 阿根廷 很需要 吸引 外来的 投资 原本 一元人民币 就能够换到 112个 匹索 由于匹索已经跌了50% 即是一元人民币可以换成 224个匹索 人民币的资产 在阿根廷 就变了一个雙倍 要知道 阿根廷是拥有 非常之丰富的 天然资源 尤其是 阿根廷的黑土 是非常之高价值的 想像一下 以人民币 来购买 阿根廷的 农场 会是怎样呢 当然就是 阿根廷的资产 就变得便宜了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阿根廷政府来说 就可以 将阿根廷的资源 打包出手 从而 就做到 吸引外资 吸引外国 在当地 投资 撤厂 对于一个 自由市场 和良好的 营商环境 外资 是很重要的 而要营造一个 自由的营商环境 货币自由化 就很重要的 无论 你手上 拿着美元也好 人民币也好 只要 你肯来投资 都需要欢迎 赚够钱 亦都可以随时走 但是为什么阿根廷 一直以来都没有大规模 吸引外资呢 主要的原因 阿根廷的本土工业 在很大的程度下 都是采取一个民族保护主义 所以才导致阿根廷的工业 一直没有什么进步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阿根廷 若果他禁止 进口 苹果的手机是怎么样 事实上阿根廷 真的出过 一条法律就是 要求 手机 必需要在 本地组装 才可以在 阿根廷 销售 所以 别人的苹果公司 直接 把手机 出口到 阿根廷 正因为 中国的手机 在阿根廷 市场占比 亦都成为第一 尤其是 联想的手机 因为 联想 真的在阿根廷 建了一间厂 所以 联想的手机 就能够在 阿根廷 大卖 特卖 这种 保护主义的 民族工业 亦都令到 阿根廷 无法获得 世界各地的投资 所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 高度保护的市场 没有竞争 也就是代表着 没有进步的 阿根廷的本土民族工业 一直 都是很幼暖 很初级的 几十年来 都没有进步 但是 只要放眼世界所有的工业强国 都是一个 开放型的 自由市场 这样你才能够融入得到 国际竞争 阿根廷 就是不敢 和国际大厂 同台竞技 因而 无法 引辱出世界顶尖的集团 到今天为止 阿根廷 主要都是一个 农业大国 所以 这次 未来 在阿根廷 下了一劲猛弱 就是要将 外资 吸引到 阿根廷之后 才行第二步 事实上 阿根廷 在这个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底下 已经是保护了很久了 去到今时今日 再不打破这个局面 阿根廷根本就没办法 可以重新挖起 因而 阿根廷需要开放国门 吸引外资 促进出口 抑制消费 这系列的方式 打下来 能不能够令到 阿根廷 成功转移 这个都是未知之数 不过 最重要的就是 先将 阿根廷的债资 先 下一步 才再考虑 怎样 促进消费 在整个过程之中 同时也都是 对中国人民币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不单止 中国人民币 又可以 在南美其中一个国家 找到发展的机会 还有就是 中国在基础建设 投资 以及技术领域 也多了一个 市场 来选择 事实上 阿根廷人 目前所行的路 以前中国 都经历过的 只不过 在经历这个过程里面 阿根廷 恐怕就需要 捱点苦 捱过了 还了债 那就苦尽 这么久了 有人说 这是一个 休克的疗法 是落一枝 猛弱 真通企 都颇为之大 但是效果是怎样呢 到目前为止 都仍然是 未知之数的 但无论怎样都好 如果阿根廷 再不 改变的话 那就只会 继续 衰弱下去 相信 时间 就能够 证明得到 未来的政策 就有没有效 好 关于阿根廷的话题 今节 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 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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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